好 各位好 我是代表六年級來分享我們的閱讀成果 然後等一下我要分享的東西 例如是只有我們班的 這個是我們六年級老師共同提供的資料 好 我用分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班級共讀的書箱 那我們六年級的那個實施方式也是使用討班制 那我覺得討班制除了老師只要準備一本書可以減輕負擔之外 然後認識很多同很各班的學生之外 我覺得最好的是對學生而言 因為每個老師都有不同的教學風格 那這樣子他們也可以接收到不同的教學 然後這學期我們有 接下來這是我們的五本書單 那這五本其實在六年級來說 它的那個 不好意思 我想換位子 因為在我們六年級來講 他的書他都有一定的厚度 並不會說太 不會太薄 那我們 老師的方式幾乎都是 會讓小朋友留在 就是那四個禮拜 他的書就放在他自己的位置 然後他想要看 但回家都可以 好 然後我們 也要很貼心的 他會有那個 標籤 號碼的標籤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 就是要 在回收的方面 他也會蠻方便的 那我現在要對這一個 來做教學方式的分享 那 例如這個原作武士 在做這一篇 那個 好緊張 等一下 在做這本書的介紹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做一些延伸的教學 然後會找取相關的資料 製作 PowerPoint 然後 然後 因為這個原作武士 我們就會先介紹一下 世界上的城堡 然後大概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利用圖片來帶領他們 做一種視覺的引導 讓他們對這本書更有興趣 那其實這書裡面 他有人物介紹 可是只有文字 那學生可能會 沒有辦法有太大的興趣 所以我們如果再加入一些圖片 然後一些文字 把它放在上面的話 他們會非常非常的有興趣 好 那像長花女這本書 我們有時候 不僅讓他們讀 我們還會在 因為 一本書大概有四個禮拜 我們會有一些時間 我們會把問題交談給學生 讓他自己去找尋問題 那讓他找尋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種思考 讓他可以得到 經由思考來自己 看他們的重點 然後他自己設計題目 然後再用這個題目來去 分組可以去問學生 那在這設計題目當中 我們也可以從 老師們可以從題目當中 可以知道 小朋友其實他們對於這本書 他們的 著眼的那個重點 到底在哪邊 可以 我們其實也可以了解一下 學生他的想法在哪邊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學習單 來輔助他們來完成 讀完這一本書 那其實這個學習單 我們也是可以把他 剛做作文的一篇 那 當然我們 如果全部都是動態的教學 那學生都不用安靜下來看書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 偶爾會符引IT的閱讀 然後再來 瘋狂的討論經驗分享 好 接下來第二部分是 主報教育 那《故意日報》其實是 很適合學生的 所以這是一個很棒的資源 那 當然我們還是會希望 嗯 在我們的那個 《國語日報》的時間 讀報時間 我們讓他一人一份報紙 然後做安靜的閱讀 那偶爾我們 不是偶爾 每個月我們都會配合學校 然後參加《國語日報》的有獎真答 會分組 然後請他們去找學 那如果像我的做法我找完之後 我們還會請各組來派代表 然後請他們來分享說 那一個題目 我們不要只知道那個題目的答案 我們要知道那整天到底在講些什麼東西 然後讓他介紹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是分組 所以別組不會有這份報紙 然後我們就利用每一組來分享給大家 然後有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很棒的是 每一班教室都有投影機 那我們可以選擇文章 讓全班共讀 那有一些 我們就可以把他 如果沒有寫 只是希望讓他讀這一篇的話 我們可以不要浪費那個紙資源 我們就會用PWRINT的方式 或者那個單槍把他投射出來 那如果有一些延伸的學習 就會用影印的方式 讓他做一些延伸的這些 學習 那還有裡面會有一些同時 雖然六年級了 可是我覺得同時的仿座 並不會說因為他們六年級就不適合 因為我們也可以 老師只是很簡單的刮刮糊 可是他們可以經由刮糊裡面 然後我們來做刮糊裡面的改變 然後可以知道他們的一些很活的思緒 然後故事改寫 像那個報紙裡面有一些 他會給一些基本的詞句 然後他會教你怎麼樣把這些基本的詞句 我要把它編成一篇故事 那這個是分組讓他編故事的 那也可以就是利用這個報紙他的詞句 然後我們分組來 那也可以用個人的來讓他編故事 再來創意讀報的部分是因為我們六年來班 他是有申請那個實驗班的 那分享等一下 因為我們剛好老師有一個字體演習的部分 也是有關於就是請一切老師來跟我們大家分享 那我相信他等一下應該會做更好的分享 所以我這個部分就留給他 那簡報的部分 有個人的簡報也有團體的簡報 那團體的簡報 我們會希望說他們帶點每邊的部分 然後讓大家一起欣賞 然後不只要簡報 整組的我會希望他們上台來跟大家講一下他簡報這一篇的 到底是怎麼樣怎麼樣 而且沒有任何的涉嫌 就是你想要講什麼就講什麼 然後這一篇是結合體育課 體育課老師讓他們做新的報告 但是一定就是要有關於台灣的執案 所以這個是個人的可以結合別的那個學課 那第三個部分是圖書館的閱讀 我覺得圖書館比較不一樣 跟我們的書箱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夢讀書箱是規定就是哪一本書 哪文本書 可是呢 那圖書館有很多書 學生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看的書 然後班級圖書 像找志祺跟羅休時間 其實小朋友他們有時候已經喜歡作業了 或者怎麼樣 不想睡覺 然後可是這個時間又不能讓他們在走廊上 走到隨便亂走 然後走到圖書館去 所以我們就利用班級的圖書 讓他們這個時間來探 然後這班級的圖書 我們會利用圖書館不要的書籍 做一個再利用 就不會造成資源的浪費 然後還有以前班級有時候會留下來給下一個班級使用 那我的分享到此結束 謝謝